李爱来了 李爱这个脊椎骨都断了 还跑我这儿做节目 尾追尾巴受损 对 今天咱们要在这儿讲讲了 讲讲这个一些 我觉得最近 有点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是说怎么讲呢 就像有一次我在咱们节目里 曾经讲到过 这不是我的朋友 有一次在飞机上碰见一个广东的 这么一个企业家 这个企业家说 他做什么 他是开场 他是做什么的 他说你要买外国车 不是要系安全带 你要不系安全带 他不是外国车老想 然后他就做一种小电子产品 你不用系安全带 你往这一塞 他那不想了 你说这个聪明劲 这有市场需求 很多人不愿意系安全带 在内地 所以他们平常就土制的 搞了一个什么东西 一塞 很多人都这样的 我就想起什么 我先看个手机短新闻 最近不都在说什么燃血 那不是燃色馒头 您黄什么燃色馒头 我就聪明 你还不如弄点牛肉 你看合肥工商部门 发现怎么样这些人把鸡肉和猪肉加工成 猪变牛牛肉 但是这个工序之复杂 让我觉得也不如去直接买牛肉 对 你看 因为他你看 先用麦芽坟 咱也不是什么叫麦芽坟 去掉猪肉的腥味 再抹上一层薄薄的牛肉糕 然后就把猪肉要腌制 去腌 然后像平常煮肉食品一样 再煮 然后猪肉就能变成牛肉 因为目前在合肥市场上 新鲜猪肉一斤11块 新鲜牛肉一斤20块 你说先进生产力 所以其实我也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你花这么多的心思 你不是说能挣大钱 而且是冒着违法的这种风险 他其实只能挣很微薄的利润 你说的那个只是 已经是到外面的零售价了 他们现在还在成本加工的这一块 他还有 还有上面还要有人在网上加钱 才能够卖到 就是中间差7块的这个这个价钱 所以他其实可能只在中间挣 大概两块三块这样子的钱而已 但是数量一多就有利润 凡世界上有人做的事情 一定有利润 我觉得利润肯定是有 但是利润很薄 而且是你要冒着 就是犯法的危险在这里面 所以成本很高 其实你除了 你买那些料的成本和人工成本 以外你还有犯法的成本在里面 就是因为犯法的成本不高 所以才有这么多东西 而且你说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中国人 你看中国科学家 能够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什么的 我老觉得可能是同样一种聪明 所以说你这个中国人其实挺能琢磨的 你发现没有 你像当年马俊仁 就琢磨着 是吧 熬点这个汤 那个汤 是吧 咱们这成本运动员就能出成绩 你知道吗 他是中国人有一种 最近还有一产品热销 就是那个车钥匙 就是那个保时捷 宝马 那个车钥匙 那一个钥匙能卖200块钱 你偷车呀 不偷车 就是单单纯一钥匙 开不了车的 就很多人 那些男的跑Starbucks 就拿车钥匙一放 然后喝咖啡 身份的标志 那一车钥匙 坐在那边 我坐在对面 我就拿一个 Benly的钥匙 慌啊 对我来说真没用 我对车完全不晓得 换完了以后 等会我们聊天 聊了以后要走了吧 我就说我今天喝多了 车放在这里不开了 咱大家出自作 车钥匙销量很好 这是白谱的 这是白谱的 天哪有这玩意儿 你要说这白谱的 徐老师 我跟你讲 就咱们这个中国人 白谱都摆到美国去了 嗯 最近你知道吗 美国这个洛杉矶 嗯 十三项控罪 起诉 在那华人圈里很有名的一个人 他叫什么名字 邓玉鹏 今年51岁的邓玉鹏 在美国组织山寨美军 你知道吗 山寨美军 就是说啊 他人 大家都知道 他是最高司令 他是组织一个军队 对 他是美军特种部队 预备役司令 你看他照片 你看这中间这位 中间这位 就是51岁的这个邓玉鹏 六年前组织了一支 这个山寨部队 哇这厉害 招募对象都是华人 移民 就是说你加入我这部队 一个人呢 交三百美元 嗯 但是呢 你家你既然都加入美军了 当然美国会给你美国国籍 所以被控诈骗嘛 就是 邓玉鹏 他能到 他能在美国 忽悠 他搞这个来干嘛呢 忽悠 赚钱 收钱呢 一个人交三百美元呢 他家他已经成军了 他那些设备呀 什么这些服装什么的 需要必要的投资吗 有办法 有办法 所以买买火星的地买买美国沙漠里的地买太平洋的地很多这样的买买文凭更多了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文凭我的天了真能想啊这孩啊呀创意嘛21世纪缺什么创意 但是我觉得可怕的是什么呢 我看过一个报道 说有一个村里头啊都是父老乡亲 你可以感觉到他们都很淳朴 就如果你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事的话 你就这么接触 你觉得他们还是很淳朴的 但是你了解他们做什么事 你会不寒而栗 因为这样子的这么老老实实的本分人 他们做的就是这种做假的事 而且做的是食品 我有点忘了做是什么 就类似于像这个染馒头这样的东西 其实他们也知道那玩意不能吃 他们整个村的人都不会吃那种 他再饿他也不吃 因为知道那有毒 他也知道这些东西卖出去是给别人吃的 但他们还做 因为他们就靠这个维生 你说他你说完全没有其他路子维生吗 也不对 写那篇文章的人他觉得他也有其他 比如说他们那地方还是其实挺富裕的一个 富饶的一个耕地啊什么东西 没问题重庄稼没问题 但是就是整个村的人都在干这个事情 你说看起来特别淳朴的老实实的 就是中家人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 我也看过类似的新闻 就是采访出来这个做假的食品里参加的这个老太太啊 那那一脸就是这很淳朴 那就以前罗忠利写的父亲 就这种很淳朴的贫下中东的形象 就是祖国我的母亲这样的一个形象 可以来上上央视晚会出来 大家很感动的这样的人 他就在做他说我们不做不行啊 就是说我们我们如果不放那个东西的话 我们东西卖了就不赚钱啊等等等等 我当时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什么东西应该在制约这样的行为 就人靠什么样的东西在制约 说这个事情是不能做 人靠哪些东西 比方说人靠几个道德 一个是家庭伦理道德 比如说你做事情不能对不起父母 那对他们来说这条不存在 因为他的父母相亲都在做 你做得好 你对得起你父母 所以家庭伦理这条不管用 职业道德 那如果说职业道德 如果你是正式的一个工厂 你会有职业道德 做食品我做快速面 我做这一行 我有职业道德我不能下毒 可是他们不认为 他们在这一个职业道德里面 那职业道德又不管用了 那以前还有个道德是革命道德 比方我们作为人民群众 我们为了革命 我们不能做 这是阶级敌人才下的毒 那这条现在也不管用了 那还有一个以前传统古老的 那就是宗教 对 比方说观音菩萨 那么这一条 现在好像也不那么管用 那还靠什么呢 你看看我们的伦理资助 还能靠什么 让一个老太觉得心里不安 放进纸给成立人吃的食品 我看了那篇文章 刚才老师说的特别的响 我那篇文章就说 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封建迷信的用处 他说以前可能在比较久远之前 大家都会说什么 人在做 天在看 你这个有来世 你不得好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类似于这种 你说这种话 你说他是真的有道理吗 其实也不完全 就是如果可能很多人做过研究 觉得这种话 其实是无稽之谈 无声论者也会说这种话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他对很多老百姓来说 他是一种 是一种威慑力 而且他维系 事态人心 对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宁可信其有 我不可信其无 但是啊 据我个人的研究啊 根据我研究 我个人的人生体会啊 报应这玩意是有的 我觉得 反正就是 反正信这个 我觉得不信好 就说 反正我觉得 就是没有白占的便宜 都就就 反正我做自己 检讨我个人的这个生活啊 都清清爽爽的 也就是 真是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而且有的时候啊 你别人给你看 做坏人 做小人 是吧 他可能会春风得意 但是你也会发现啊 他报应可能在心里 这就是所谓的 小人长期期啊 很多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小人呢 他终日活在 优惧不安当中 你知道吧 这算不算是一种报应呢 小人有时候得忧郁症啊 你知道吗 他因为他高度紧张 我们君子坦荡荡 然后又有点 阿Q心里来想象 我们说君子也脸红 我们说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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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